一课精选,好知识就在耳边 教你眼睛大小事,轻松养出好眼力 你好,我是眼科医师钟佩珍 在门诊常常有病人对我说 钟医师啊,请你一定要帮帮我 如果眼睛看不到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眼睛贵为灵魂之窗 重要性应该不需要我多说 但是这几年来,在门诊却发现 随着人口逐渐高龄化 眼睛疾病的发生却不断地年轻化 以白内障来说 以前鲜少看到50岁之前 就严重到需要开刀的患者 但现在二三十岁就需要开刀的病患 大有人在 高度近视更是如此 大班的小朋友居然已经有一成的近视率 国高中生的近视率更是惊人 不但高达八九成 超过500度的高度近视率 更是年年攀升 造成眼疾年轻化的原因 我想有很大一部分跟生活习惯 用眼习惯以及饮食习惯有相关性 譬如现代人常常熬夜用眼 过度使用3C产品 上班看电脑 下班看手机 加上不当的饮食习惯 和三高的年轻化 不但造成肝眼症 非纹症 眼睛疲劳 高度近视 提早老花眼 甚至连白内障 青光眼 黄斑部病变 或眼中风等问题 都来报道了 因此 我想要为忙碌的你 提供一份深入浅出 轻松易懂 但又绝对实用的护眼资讯 保证是你一定听得懂的 眼科知识 像是非纹症 到底会不会失明 有没有什么危险族群 是需要特别小心的 眼睛又干又色 狂点人工泪液 却一直都无法改善 你知道那可能是因为 你的症状叫 缺油型肝眼症吗 高度近视的并发症很多 有视网膜玻璃 青光眼 黄斑部病变 和白内障等 能够在开了近视雷射手术后 就降低发生风险吗 白内障是人人到一定年纪 都一定会遇到的眼睛问题 那白内障到什么熟度 需要开刀呢 你知道开白内障 也能一并处理老花的问题吗 你知道眼睛也会中风 而且还有超乎你想象 只有90分钟的黄金抢救期吗 有听过眼压高 会造成青光眼 没想到眼压不高 居然也可能是青光眼 有听过三高是青光眼的危险因子 那你知道血压过低 居然也是其中一项危险因子吗 蓝光真的那么可怕吗 为什么说一直看三星荧幕 容易得到黄斑部病变 黄斑部病变吃叶黄素真的有效吗 还是只是厂商的广告噱头呢 市面上眼睛的保健食品这么多 到底哪些才是真的护眼营养素 从食物中又该如何摄取呢 我将为你推荐六大护眼食物 还有上班不得不用电脑和手机 那有没有正确的使用方法 和舒缓眼睛疲劳的妙方呢 我想这些应该都是你很想知道 也应该要知道的眼科资讯 在接下来的九集课程里 我将会为你一一解答 并带着你重新认识我们的灵魂之窗 相信你听完之后 一定也能和我一起养出好眼力 优优牛托製 优独的简 gib游 平 apologize 请来唇门